考试你的状态 你考完通告之后 你再去课 马上考一五五应该稍微多少钱 你如果说按理考试的标准的话 可能八十斤左右 对 再一个一五八要多少钱 再一个一五八就是八十斤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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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六八 就是大家一定要把年纪打出来 对 你要把你的年纪打出来 如果你不打年纪打出来 小一考大一考 他可能有些孩子小一考也有一名六 还有一名六 现出五三一一六一的 八十四二十左右吧 就是大一考的话 你要求没有办法 你只要没有特别胖就行 包括这些孩子 他们也挺好的事 但是会壮业 小一考的话 其实其中就一定是非常非常 要求两个 所以你能有一段纯解决的 有啊 有啊 肯定有啊 你一考的话一六八七 是个多了 是的 是的 你应该是小一考吧 他一考一六八七十斤啊 你这也太小了 你这也太熟了 你这也太熟了 现在小一考 单一考那个更有势 能走小一考 还是能走小一考 能走小一考 对 对 每天都有直播 大约点关注 让我们接着给他发生附带 对 每天都有直播 大家给点关注 然后有任何物章应该 什么都能积放 都可以打开高频 可以在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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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就在侧面 我只能说是 是要听到这些 背舞舞台的 别人有什么 就是要做得开 你看自己的 其实不要听学校怎么说 对 你一定是你的孩子 自己的对 不要听学校怎么说 也不要听别人怎么说 你看你孩子 你能力 他把你那个班 他能大老奴 他能力是不是 看人家以前 往届考上背舞上系 考上那些 你理想院校的孩子 他的能力 他的条件在哪 对吧 如果说你的孩子 他的能力达到了 那你完全没有 不必要去继续 但是你还差得多 那你肯定要去继续 有想考证好的学校 高级高压的 高压的 而且就这样去 提一提 你也练完 都肯定会疼 学舞蹈的 不肯定是真正的 学我的孩子 不肯定是真正的 我查一下 感觉真的挺好 没有 没有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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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考码 二四季 二四季 明年 今年的二三季已经考了 对 然后我们左脚 福袋还有八分钟 大概参与 讲餐就算了 再用别人一起考虑 这样子 下满一下还挺疼的 希望换一换 换一换 换一换 抓换 走 走 走 好好交易上 16096算重吗 一个普通人肯定不算重 你说一考生肯定是重 说一考的孩子 16096肯定是重 现在就是把它们刚刚耗的能力稍微踢开 就保持一点 拉开了刚才是耗开了之后 现在把它踢开 一期能够多少钱 如果再一考上来90多斤左右 没有鸡体动作 现在110了 六七八十五左右 就是也没关系 一瞧 这边的人都瞧跑 对 看到 看 看 大家的名字都比较重 对 因为点关注的点关注 然后专业福袋 还有四分钟会参与 现在只有六个人参与 这种态度还是非常高的 刚才有些人会 舞蹈依靠的问题 给大家 为了这个场合 我看他之前 对 这两天才过 现在没有看见他 看他 看他 非常好 看他 对 对 稍微要注意 去看 擦里的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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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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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